彭教練,剛剛看到你跟你談了以後,對你非常的敬仰 可不可以請你再跟我們的觀眾再說一次 您從幾歲開始,怎麼會 一開始就很喜歡游泳嗎? 你去參加救生員的時候就已經會游泳了 還是怎麼樣? 我是從小住基隆八斗子旅館 從小住海邊長大 那我就是從小都接觸,我喜歡游泳 所以我就其實是不是日通 就自己玩水玩到就會游泳了 後來就接觸到那個游泳 中華游泳救生學會 有一個機緣啊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也在南港國小就要幼稚園 那我們學校也有游泳訓練班 可是到了冬天的時候 我就要去那個 我們夏天的時候我們只有開辦 那南港國小冬天的時候就沒有 我就到那個南港國中去游泳 然後那邊的教練說 很好吃,你游得很好 我鼓勵你去參加救生員好嗎? 我說可以嗎? 他說當然可以啊 你游得很好 你還會左右換去鄧強換跟頭 還有一小時都有兩千多 不錯喔!我鼓勵你去參加救生員 所以就是教練鼓勵我 我就覺得不錯啊 我如果可以自救可以救人 都是功德一見 所以我就抱著那種心態說 好,我就是去學一學 能夠多學到能夠自我成長 所以我就去參加救生員 所以我是1034期水協1034期 是民國八十... 大概1997年 1997就是民國86年 我去考上那個救生員 是水善救生學會 這樣子 所以到現在已經 已經是18年了 對,就是有 然後我就是從2000年 去遊日月堂 到2008年 都是參加海上常遊 因為我本身 就是住八十子里感 都接近大自然 所以我也很喜歡說 去接近那個大自然 然後可以挑戰自己的毅力耐力 所以我從2000年到2008年 我參加過日月堂2000公尺 墾丁南灣2000公尺 還有就是那個... 三千吧 那應該三千 十門水埠我是第一屆 十門水埠是第一屆 三千公尺 是西邊的 那後來那個就是說 因為有舉辦個兩三次 就說怕酒質污染就沒有在辦 好,那那個... 萬鈴腿翠灣是5000公尺 5000公尺 還有就是... 基隆萬日山 4000公尺 好,古史桿3000公尺 好,就是參加這些啦 就是一直在玩海 那有時候就是在鼓勵一些 嗯...就是周遭的朋友啊 就是鼓勵他們能夠參與 這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可以挑戰自己的毅力耐力 然後接近大自然 是一件不敗的理事 是...是... 欸,你說... 呃... 你那個... 有很多... 症照 游泳相關的症照 可不可以談一下 喔... 這是考... 一開始就是考C級 C級游泳教練 然後再來就考V級游泳教練 然後接著我就在 中華游泳救生協會服務 然後我也去振興醫院 就考上幾位分級師 然後就在振興醫院 嗯... 加身心障礙游泳 你...你講...你講... 我是希望他們不要... 欸,拜託姐 我在錄影請... 但是不要說話好不好 不好意思 欸,好好 那生香姐,拜託姐 好 嗯... 那我在那個... 真心醫院 就是... 幫忙齁 在那邊教一些... 來自一二十種疾病 然後將他們游泳復健 好 那我覺得他們... 跟他們相處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故事 很感人的故事 然後讓我覺得... 我也收獲很多 我覺得他們讓我... 他們長而不會樂觀進取 我們也無私的奉獻 無怨無悔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 能夠幫助別人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那你在那邊做了多久 因為我在那邊有服務... 一陣子嘛 後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就... 中華游泳就是學會服務 都是在服務嘛 如果... 除了在我們學會服務嘛 那如果有人... 嗯... 要學游泳啊 我們不是都有在教游泳 人說我們也是學會的游泳教練 所以你等於是專業游泳教練嗎 對... 哦... 所以這是你的職業嗎 對... 因為我... 我... 我現在... 我就是把游泳當成... 我的最愛嘛 是專業 然後救生我也有在當... 當救生員 非常... 非常...非常感謝 你接受我的... 呃... 你剛剛有講到說在... 在正信那邊有水療 哦... 復健 可不可以再多講一點 因為之前我在那邊服務的時候 我是知道 那時候只有... 台灣省只有一所專位 身心障礙游泳復健 就是身心瘀樂 所以都會來自... 很多都來自很遠的地方 來這邊復健 因為他們如果... 呃... 軍事身心障礙 某方面的缺陷 他們如果沒有泡游泳 或是水療 他們肌肉會萎縮 所以他們就為了自己的健康 就要... 常常來這邊復健 所以他們是每週去一次嗎? 不一定喔 有的... 有的很勤勞天天去 還有... 有的一星星等會去個幾次 哦... 可以去很多次 哦... 嗯... 那看他們... 就是那個... 復健科的醫師 跟他們怎麼樣的安排 哦... 然後會有幾個... 都有教練 有的... 有的... 是的... 是... 那是哪一年的事? 嗯... 應該是... 八十幾年 我記憶的... 民國八十幾年的事啊? 哦... 那離現在已經二十年了? 嗯... 很久就... 很久的時候就在... 因為那時候剛好在... 游泳救生學會的部分 啊... 所以... 記憶中... 那專診照幾位分析師就是... 就是... 那時候就是... 八十幾次在那邊 嗯... 所以... 呃... 你... 參加那個... 水療的那個部分 是... 二十年前的事情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嗎? 對... 對... 就是... 嗯... 如果有... 應該他是... 都會一直持續啦 嗯... 因為這種是... 一種很有意義的工作啊 嗯... 他們除了... 醫院啦... 他們... 附健科醫師... 然後就搬出一些... 生臟的... 讓他們有一個... 很好的地方可以復健啦 嗯... 嗯... 好的... 謝謝你... 謝謝...